好,我們看一下課本 我們第十章跟大家介紹的差不多了 但是比較重要的概念 該交代的都交代了 那十之十一 這邊的那帶大家看過了嗎? 那個free energy 它受到pressure的影響 如何受到temperature 溫度的影響 好,那還有電化學裡面 它跟熱力學這邊data g 的關聯性 這邊都課本的內容你要自己看過 好 十之十二剛剛有同學 因為那個禮拜一沒有過來 一個十之十二這邊有一個重要的概念 free energy 跟工之間的關係 不要再講話了好嗎? 好,然後十之十三是提到 可逆跟不可逆的過程 這之間的差別 再來十之十四是 昨天提到的決熱的過程 好,所以那個動力學 熱力學裡面常發射的過程 一個是adiabetic 另外一個是isothermal isothermal 的時候 它的expansion compression 以及adiabetic 的時候 它的expansion 跟 compression 這個過程 它所涉及到的公 然後是w 還有q 還有data e 這些你要把它搞清楚 這個以前你們物理有學過 第一次了嗎? 蛤? 有 有嗎?對不對? 所以這邊再遇到的話 應該會一回生二回收 這邊幫大家複習一下 Carno Cycle Car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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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學過嗎? Carno Cycle 好,如果我們現在考慮 Carno Cycle 他的幾個過程 比如說先考慮 他一開始 isothermal expansion 要怎麼畫 isothermal expansion 這樣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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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isothermal 所以溫度一定是平的 那他現在要膨脹來收縮 膨脹的話 V是變大嘛 對不對? 好,這個過程 然後再來 Adiabatic expansion 絕熱的話呢 溫度會不會變大變小 蛤? 絕熱捏 會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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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變大還是變小 蛤? 變小 為什麼? 為什麼? 為什麼變小? 絕熱的時候 為什麼會變小? 絕熱 嘿 所以 溫度 為什麼變小? 因為他,對啊 講到重點了 因為現在沒有熱量的這個形式的參與 所以他要做工要膨脹的話 他要從Δ1 就從內能那邊 所以內能他的溫度會下降 內能消耗掉嘛 所以溫度會下降 好,所以會這樣子 那反過來如果是 isothermal的 compression呢 這樣子 然後 adiabatic的 expansion 好,所以這個是 溫度跟 體積在這四個過程當中 他的變化情況 所以A的這個過程 他的state的變化 如果是從state1到2 這個過程叫做 isothermal的expansion 然後B的這一步 他是expansion 體積變大就是expansion 然後他現在是一個 絕熱的expansion 然後3到4 state3到4的話 就步驟process C 他又是一個等溫 但是是體積變小 所以是compression壓縮 好,然後B的話是4 6回到1的狀態 4又回到1 那他是adiabatic的compression 好,那如果我們現在來考慮 每一步 他所涉及到的功 還有內能的變化 以及整個total 整個一個循環之後 他總total的功 以及total internal energy的變化 那怎麼去看 我們來看一下公 公的話 那就是這4個過程 1、2 2到3 3到4 4回到1 這4步 他每一個過程的公的總和 好,那先考慮第一步 第一步的時候 因為是isothermal 所以他的先決條件是什麼 Delta1 Delta1等於0 對不對 好,我這邊denote一個RT H是high 高溫 high 或是你要說他T2也可以 反正就是比較 因為現在我們是這樣子走嘛 所以他是在溫度比較高的時候 Delta等於0的時候 Q就等於-W 那這個我們之前推導 好,帶著大家推找過來 他等於RT Learn V2 除以V1 那B的這一步呢 因為是絕熱 Adiabatic 所以Q等於0 Q等於0的時候 他就確定了 他的功是來自於內能的變化 的 好,然後C 一樣又是等溫 那因為C的這一步 跟A的這一步 他是所處在不同的溫度上 因為他這邊要 要Adiabatic Expansion的話 他溫度一定會降下來 所以他會變成在 處在一個溫度比較低的 Slow T的狀態 好,所以我們這邊把它 denote一下他是low 好,好 好,好 然后如果你这几步带进去的话 可以再把它简化 B跟D也不一样 B跟D 这边所做的功 跟这边所做的功 来看一下 功我们不是说的这四步吗 这四个步骤 A B C B 那第二步这个B的这一步所做的功 跟D的这一步所做的功 有什么关系 有什么关系 它不是都是Delta E 就内能的变化嘛 那它如果从这边回到这个温度 又从这个低的温度 又回到高的温度 它的内能变化是不是 值是一样的 数号相反的 对吧 所以变成这两步可以消掉 B跟D会互相消掉 因为B是负D 那所以你的总Total的功 可以写成什么 负RT 就是A的这一步 然后减掉WC的这一个 RTLow V4 V3 V1、V2跟V3、V4有什么关系 V1除以V2 要等于它的笔值 所以这边还可以再继续写 B1除以V3 B1除以V2 然后Delta E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那总Total Internal Energy的变化 也是这四步它所涉及到的 Internal Energy变化加总起来 那EA加EB加EC加ED 那因为EA跟EC 本来就是没有内能变化了 然后呢 EB跟ED这两步刚好是相反的 所以等于是通通都消掉了 这两个本来就已经是零了 这两个互相消掉 所以最后总Total Internal Energy的变化就是零 OK V1除以V 等一下 为什么这边笔记上面 好 没关系你这边先暂时不管啦 要操喔 要操喔 没操到 因为主要是这边啦 好这个是Carno Cycle 所以你从这边喔 你从这边你发现什么事情吗 这个Cycle之后 Delta E是多少 0 公是不是0 不是 所以再度验证我们之前讲的 回不去的 什么 回不去的 entropy entropy 这边没有 我这边没有讲entropy 这边关entropy什么事 internal energy它是一个状态函数 所以它跟路径无关 它跟当下的状态有关 所以它绕了一圈 又回到原来状态之后 它等于它就没有变 它还是原来的它 但是功呢 跟路径有关 跟路径有关 所以你整个这样绕了一圈之后 它是 它的值是不为0的 是有做功的 那第十章我们就介绍到这边 没有我们要开始讲第十一章 好我们帮大家回顾一下 那个氧化环源反应 那个在讲变化学的时候 基本上它在探讨的就是氧化环源反应 这个相关的电 氧化环源电位啊 free energy 这些东西 但是其实最重要的那个部分 我们在讲nurse equation 还有free energy 的时候 已经跟大家讲过了 所以这边我们复习一下 这边应该对大家来说很简单的 氧化的基本定义 氧化是什么 失去电子 然后reduction 得到电子 那从这边的话 我们平常在平衡一个氧化环源的时候 我们用氧化数 氧化数 那氧化数它所对应到 氧化的时候的话是 是氧化数的增加来减少 氧化的时候 氧化数增加来减少 增加 氧化数增加是氧化嘛 氧化数减少是还原 或者是电子 从电子的得失来看 如果失去电子的时候是氧化 得到电子的时候是还原 这个是氧化还原 他们最基本的定义 好 那从氧化还原这边 我们又讲到氧化剂跟还原剂 oxidizing aging是氧化剂 氧化剂是本身氧化还还原 氧化剂是去促进别人的氧化 所以是自己还原 自己还原 所以oxidizing other substance 那它本身是还原 是gant electrons OK 那如果是还原剂的话呢 促进别人的还原 表示自己是氧化的 自己氧化自己是失去电子 OK 所以这个概念 应该以前就有了吗 好 那氧化数的决定呢 以前有没有学过 有一些固承 有一些规则 那些规则我们来复习一下 guid lines 你怎么去得 去确定一个物质 它的氧化数 如果是free 不带架数的element 的元素的时候 它的氧化数是多少 0 它的oxidation number是0 那么the oxidation number of the element in a simple ion 如果是带有价数的 就是它本身的价数 就是它的氧化数 好 那如果是在一个化合物当中的话呢 in the formula of any compound for any compound 所有的 如果这个分子是中性 不带电的话 那表示所有的 它的组成的元素的氧化数 加总起来要 是0 好 那如果是有带架数 那所有的组成元素的氧化数加起来 就是要等于它的价数 那个概念 然后电荷要平衡 然后呢 florin 佛 佛的价数是什么 负1 它如果是f2 0 hydrogen 通常是正1 但是它也有可能 如果它跟金属的话 它变成是负1 为什么 金属比它更容易 像电子 对 丢电子 对 丢电子 然后oxygen呢 氧 通常是负2 但是如果 它对来看情况 它有好几种氧 又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氧化数 它有过氧化物 然后超氧化物 它可能会有不同的氧化物 像过氧化物就是负1 超氧 然后负2分之1 超氧化物的英文是什么 suproxide 它那个过氧 过氧化物 记得吗 比较过啊 上学期 命名的时候 peroxides peroxides 那其他的族类的element呢 其他的那个元素的话 你从它的周系表上面来看 1A金属通常氧化数是多少 正1A 正1A 2A 正2 3A 正3 那当然有时候会有一些那个例外的情况 那就看行星 好 那5A 6A呢 看情况 5A的metals 然后这个是多少 NH4正的时候 氮是多少 负3 加4 好 那所以这边这个太简单了 跟我们刚刚才历经的热力学比起来 这个是那个幼稚圆级的 啊 你不要算错耶 考试的时候你们就不要算错哈 好 HCO3- 你每一个这个应该基本的吧 这个不用算太多 你觉得这个很好 这一种 习的氧化数怎么算 OH-4 -1 那所以这边-6 那这边 正2 所以这个应该要正4 嘿 好 这个耶 这是过滤酸 这个是多少 正7 正7 因为这个-2 5-4 然后-8 好 所以氧化数的那个决定这个基本的要会哈 好 那你每一个element的氧化数可以决定之后 我们通常一个氧化还原给你 你要会去平衡 对吧 那平衡怎么怎么平衡的 怎么去balance一个reaction redux的reaction 你们以前学平衡的氧化还原反应的时候 平衡比如说有半反应的平衡法 对不对 或者是你全反应的平衡法 那哪一种比较简单 全反应 全反应 我会prefer全反应 就是除非他要你把半反应式写出来 那你就写 但是要不然的话其实是全反应 你就直接先决定到底氧化的是哪一个species 还有他还原的是哪一个species 先把主角确定下来 谁要氧化谁要还原 然后他的电荷数氧化的电子数 跟还原的电子数必须要一样 然后再去平衡 那那个最后是价数的平衡 还有氢的原子的平衡跟氧的平衡 Charge balance 平衡有没有需要交 平衡氧化还原平衡 很需要重新交的举手 应该不用吧 忘记哦 来那个灯打开 来像那个席的 半反应啊 半反应 半反应吧 所以这边他的氧化数就是他的价数嘛 正二 正四 所以他要失去电子来还原电子 他要失去才得到 失去 所以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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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這一個咧 這個是0對不對 它元素的時候 它這個負1 所以0到負1 得到電子 所以電子要寫在這邊 得到幾個電子 兩個 因為你這邊也要平衡 這邊兩個 因為2負所以這邊也要2 蛤 這是半反應 沒有這是半反應 它全反應咧 我覺得 我覺得這個應該讓你們來 你們來 把那個以前的記憶換起來 來這一個 這一個式子 這一個是標準款 好 我來 誰來平衡一下 然後這裡要加 鐵鐵的花 插一個電子吧 你要標出來 你要 你怎麼算的那個軌跡 你要寫出來 對啊 好 揚5是負2 然後負2加就是負14 然後最後要負2 所以是 這個兩個是正12 然後一個是正6 然後這是正3 所以就是正6到正3是 加3個電子 要標示出來啊 好 這裡要三個電子 好 然後 然後 然後鐵 鐵 就是 這裡是正2 這裡是正3 所以說他們插一個電子 所以這樣加一個電子 然後 所以就把壓加2個就好 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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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ㄟ 蛤 小妹 你氧化氧化的電子數 跟還原電子數要一樣 蛤 所以 黎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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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 N 95 N 95 95 M N 95 N N N D VS S N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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般习惯上 沒有 那已經是最後了 最後要補水 那最後補水 來 來 你先 再邊邊一下 來 看一下 這個你先決定出來的正六對不對 你先把它標出來 正六 這邊是正三 所以這一個是還原的 從正六到正三 所以它多少 減三 對不對 然後再來呢 你決定另外一個主角是氧化的那一個部分 氧化的話鐵是從正二 到正三嘛 所以這邊氧化的是鐵 它是加一 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剛剛說氧化還原的那個 氧化的電子數跟還原的電子數必須要一樣 對不對 所以這邊 這邊乘以3 這邊乘以3 但是 蛤 對 因為為什麼 因為你這邊是有兩個嘛 對不對 所以你這邊還要再乘以2 那你這邊乘以2的時候 這邊就要再乘以2 OK 想起來了 那所以 也就是說這個反應它所涉及到的是六個電子的得失 這邊 這邊 是多少 得到六個電子的話 這邊是 失去六個電子 OK 然後接下來 再去做平衡的動作 平衡包括了電荷數的平衡 輕易原子數的平衡 氧原子數的平衡 氧原子數的平衡 好 所以你這邊 剛剛這邊已經先偷跑了 你這邊已經先放了一個2進來 好 那再來呢 你要做什麼的 鐵的 蛤 鐵的 鐵對不對 你這邊乘了6嘛 OK 那再來咧 蛤 電荷的平衡 那電荷的平衡的話 左邊是什麼 2 來 你接下來 好 好 繼續 電荷平衡 這是 副2 然後這是 12個 12 正12嘛 然後這裡是 正6 然後這裡是 正18 嗯 所以就是 呃 這樣加起來是18 然後 這樣加起來就是 20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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現在在一個 酸性的環境下 酸性的環境下 那你要用什麼 去平衡電荷 清理子嘛 對不對 用清理子 所以你要先決定 你清理子要放哪一邊 所以 清理的行證嘛 所以是放左邊 欸 好 那放幾個 嗯 其實你只要就放14個 欸 好 那就寫嗎 14個 OK 然後最後要 補水 補水啊 補水啊 就是 補水啊 OK 好 然後最後一步 就是 驗證 驗證 驗證一下看是不是左右兩邊的 好 14個 7 14個7 然後7個牙 然後這裡7個牙 6個點 然後兩個個 好 OK 平衡 平衡 平衡也確定平衡了 14 然後 10加24 然後這裡是24 好 對 平衡 OK 好 耶 好 所以 複習好了 有回復記憶了嗎 快要回來 快要回來 好 好 所以幾個要點 先決定主角 是誰在氧化 誰在還原 先標出來 然後他的氧化數的變化 好 那習慣上的話會這樣子標 他到誰 然後 他的那個氧化數的變化 再來後面看要乘上多少 然後確保氧化的跟還原的 他們的電子數是一樣的 好 然後你再去根據電荷 電荷也左右兩邊必須要平衡 那你可以看 他是在一個酸性的環境下 還是碱性的環境下 如果是酸性的環境下 你就用H正去平衡電荷 那最後的氫的數目跟氧的數目 用水去平衡 然後平衡都好了之後 你就去check一下 兩邊是不是電荷還有所有的原子數 都是平衡的 好 OK OK 怎麼樣 這是高二嗎 國中有沒有 沒有 好 所以 來燈再關一下 我們到目前為止學了很多的number對不對 從我們上學期記得嗎 bund order一個數目 形式電荷也是一個數目 然後現在氧化術 有沒有笑得那麼心虛 因為已經訪給我了 bund order在講什麼 記不記得 間解一個bund 一個鍵它的穩定度 或是它形成鍵的強度 那它的定義是什麼 鍵積的定義 對 就是在bunding orbital的數目 電子數 減掉在anti-bunding電子的數目 除以2 得到的就是鍵積 OK 很好 還沒有完全忘掉 那formal charge呢 形式電荷 形式電荷是用來幹怎麼用 對 看一個結構 一個結構它的穩定度 哪一個是很比較可能的 入宇式結構 那它是怎麼決定的 跟它的本質越像的 越接近的 它就是一個越可能 所以它的本質 它的那個formal charge 越大越小的時候 會越favor 越小的時候 越小的時候 那個是怎麼決定的 記得嗎 它會有好幾種可能性 那最好的是每一個element 越接近於 當然都是0是最好的 那如果不是0的話 那就是越接近0的越好 那0代表的是什麼意思 跟它的本質是越接近的 你記得formal charge的定義嗎 它的架電子數 減掉 aside給它的電子數 對不對 記得嗎 那如果是一個估對電子的話 那就全部算它的 但是如果是它有形成一個件的話 那一個電子算它的 一半算它的 就是一個電子算它的 然後算起來之後 算它的所有權 所有 算 算 歸在它身上的電子有幾個 然後去跟它架電子 本身的架電子 相比較 如果相減等於0的話 表示它這個 剛好跟它的本質是matched 就是最穩定的 好那個是形式變化的概念 然後氧化素呢 氧化素的概念 就從氧化素的話去判斷 它在氧化還原裡面 它得到電子 失去電子的能力 的一個參數 好這邊 好 去決定氧化還原反應當中 它電子流動的 區的傾向 好 通常喔 這個是一個大概的趨勢啊 就通常氧化素越大的時候 它的供架性越強 那越小的時候 它的離子性會比較強 不過這個不是一個 絕對是一個定性上的描述 然後它並沒有說 真的完全的反應出 這個 這個 這個原子 它的Nature 它的靜電荷 好 那電化學 它也是化學的其中一個branch 所以它當然也是被動力學 熱力學操控的 OK 那 動力 熱力學我們才剛講過的 這個 跟ΔG有關係 那我們也講了ΔG 跟ΔE之間的關係 是由哪一個關係式來決定 嗯 等於-NFΔE 來決定的 所以對一個自發的過程的話 ΔE會大於0 對一個非自發的過程的話 ΔE是小於0 但是ΔG是大於0 那電化學它不光是在我們日常生活中 很多的這個 比如說電池啊 這些 或者是那個太陽能這種 Solar Cell 它的這個Function 都會用到之外 其實我們體內 才是很重要的一個氧化還原反應 在進行的一個大本音 對 很多的氧化還原反應在進行 然後那個能量 伴隨著能量的變化 它能夠確保我們的生物體 能夠正確的Function 那剛剛也舉例子來說明了 當其中一些物種 它的濃度稍微改變的時候 有一些生物的功能 它是會被影響被破壞的 甚至越嚴重的話 可能甚至導致細胞的凋亡 或是其他比較輕微 就不正常的一些增生啊 癌症 那這一節裡面其實有 這一張啊 11張課本上面的話 其實有很多是大家以前學過的 銅銀電池 銅銀應該國中有學的 對不對 銅銀還有銅心 心銅電池 心銅電池 然後那個 它有一個名稱 特別名稱叫做浮打 浮打電池 浮打電池 Galvanic Cell 這個字 那天我在黑板上寫到 我認識 Galvanic Cell 其實在講的就是浮打電池 那其實就是電池 它運作的基本原理 那你現在可以回過頭來看 其實這個是很簡單的例子 銅跟銀 還有不同的金屬之間 它們得失電池的傾向不一樣 來決定了電子 要從哪一個金屬流到哪個金屬 對吧 然後 所有這些氧化還原電位 它的標準在哪裡 都用什麼來定的 標準氫電機 對不對 標準氫電機 然後在標準狀態下 所以這邊的話 11張就是 主要是 這個部分 你要先把 以前學過的 先復習起來 然後另外就是Nurse的Equation 不過 其實Nurse的Equation 我們已經講了 好 它的那個 怎麼隨著不同的狀態 還有不同的濃度 發生改變 所以基本上11張 講完了 沒有啦 我們下個禮拜 還是會再講一些電話學 只是說 一些重要 基本的你們要自己 把它在 複習掌握起來 氧化還原的平衡 那 Nurse的Equation 它基本上是 熱力學的幻衝 所以你可以翻一下 那個 電話學11張 其實沒有其他我們 要不要試一下 不妙 是 霧 霧 霧